好了,回来了,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现在讲一下当年今天,今天是2023年5月26日 当年今天要讲的是1981年5月26日发生的事 这个是讲我们的时间 在1981年5月26日的时候 这个尼米之号,美国的航空母船 就遭到重创 这艘兵器没有参加过什么战争 但是呢,它在和平的时间 就发生了大火 讲一下这个尼米之号是什么 尼米之号,美国海军当时最大的一艘 核动力航空母船 现在就不是最大的一艘 现在这艘兵器不是最大的一艘 那么,尼米之号 他在1972年5月13日的时候 就下岁了 那么,尼米之这个名字是 当然是太平洋艦队指挥官 海军五星上将 尼米之号 就是用它的名字去做的 那么,这个尼米之号 他当然是做了出来之后 当然是周围去 那么,服役是什么时候呢 开始服役就是1975年5月3日 那么,1981年的时候 这架船呢 就发生了很夸张的一个火灾 其实这架船是很大的 它是有机场 里面其实有很多人 那是一个海上城市 尼米之号 那呢 他这一艘船母船就是332.9米 宽却就是76.8米 那么,这个船上的甲板面积 就是大概三个足球场那么大 那么,那这架船母船的南身 就有30层楼那么高 那么,在这架船母船那里 就有95架军用飞机 还有对空导弹 还有两个核反应堆 马力是26万匹 他装的核燃料 在船上是可以用13年 船上有5600个官兵 厨师也有百多人 还有船上有广播站 有器院 有油局 百货公司 服装店、理发泡 雪糕泡、冷饮泡 光是灯照明 也有29184盏 很厉害 这是海上巨兽 在1981年5月5日深夜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在杰克森维尔 以东70海里的大西洋海面上 这架是准备收回模仪作战的战机群 其中一架 叫610号 即是电子战的机 第一次降落的时候 不成功 那架飞机 触碰了蓝 插着甲板 又飞 20分钟后 610号的飞机 再次试试降落 但是这架飞机降落的时候 就是高过最佳着蓝速度降落 那架飞机又没有对准 跑到中线 跑到中线的左边 机头就向右斜 当时引降员 有一个人负责看位 基本上他看到歪了 就要向飞机里面的机师说 他歪了 他没有说 接着一声 这架飞机 就由左向右超过中线 就向右边冲过去 这架610号飞机就撞了 停在甲板上的机群 接着 当然你这样撞一撞 一定会爆到趴街 为什么一撞就趴街 因为这样 这架610 就是电子战机 就是电子打电子战的机 或者干扰机 那些叫做 撞到了三架F-14战机 这三架F-14战机 每一架机都有一架麻雀导弹 一架响尾蛇导弹 以及一架不死尿导弹 即是每架机有三架导弹 最少 最糟糕的是 咦?有架飞机 刚刚进完油 那你撞一声 撞到他之后 接着就 一声 这四架飞机都撞在一起 接着就 当然是大火了 在610号上的机师和两个 搞电子装备的军官 哎呀!不够 本来打算用救生弹射装置 大家可以射出去 不行!燒死了 即是一时之间 四千尺左右的范围里 全部都是火 刚刚加满油那架飞机的油箱 又漏油出来 接着当然是火势增加 在那架飞机 那里呢 还有些导弹 导弹 导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那好了 消防员 訓練有数 很快就够火 不够半个小时 够了一场火 好了 好了 以为搞定了 没有火 看不到火 那消防员进去火墙检查 灾情 一进去 哦 结果呢 就在飞机的残骸上一声 那为什么呢 就是一粒麻雀导弹 因为太热了 因为你焗得太热了 那就爆炸了 那 救火的人呢 就倒地了 一磅一声就倒地了 接着 好了 接着 不知道为什么又爆炸了一锅 幸好其余的导弹呢 就被那些消防员用冷盐水去冷却了 如果不是呢 就爆炸得更厉害 那 这个尼米之号 到第二天凌晨2点 才解除了危险警暴 那四架飞机就烧到焦了 那 再加上它还有什么东西 不死了导弹 响美蛇导弹 一堆美国人 在做什么呢 美国人 很不环保 就把这些 垃圾 扔到海 他就这样 在海上 哈哈哈哈 一起在海上 这次 降落出事 爆炸事件 在尼米之号航母 死了14个人 42个人 被大火烧伤 或者被导弹爆炸的碎片击中 另外 还有11架飞机被毁 或者烧到 只是飞机一项的损失 当时是很多钱的 是5,345万美金 其他设备财产损失 就是448万美金 那时候 有100万美金是很多钱的 是多钱到不得了 和现在不同 现在100万美金 都不是东西 有些人是这样的 但是不是 当时100万美金 已经很多钱了 现在总体的损失 就是5,800多万美金 除了人员相亡 还有飞机设备 这个在美国海军的航空史上 是没有试过的 那 今次的事故 即是当年今天这次事故 发生了之后 他当然 改变了他们 即是那些措施 在飞机那里 想着可以防止 类似事件的发生 那之后 有没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我理解是没有 我理解是没有 这个黎米之号 其实是来过香港的 他在2010年的时候 又来过香港补给 那时候 当然 即是 香港和西方的关系 是好一点 即是现在 现在 那时候 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都是好一点 所以整体也是好一点 但是现在变得很差 那么 有很多事情是很麻烦的 即是我也要说 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认为中国也想 关系变好一点 但是现在暂时看起来 就是 美国其实是 不想关系变好 即是他说 会想变好 但是他做的事情 就不会令到 中美关系变好 尤其是 每一次 即是 现在有问题 即是中美关系有问题 第一件事 西方拿出来说 美国拿出来说 主要是 就说 你 你经济脅迫 接着 就说 你新疆 西藏 那里 再说 台湾地区 香港 这些 即是 中国内政问题 你拿来说 其实 当然是多麻烦 对吧 那 那 即是 有些人觉得 100万美金不是什么 现在真的 现在和以前是不同的 即是他们觉得 100万现在都买不到什么 我那天才跟朋友说 他说 现在的钱都不是钱 以前的钱是钱 现在的钱不是钱 即是他当然是 赚钱赚得多 即是那位朋友 那么 今天还有没有其他值得说的东西呢? 是有的 又是童年的 今天 就是 是 这个意大利 内阁 那 他呢 就因为 一个叫做 马索尼克的丑闻 那 就下台了 那 当时是怎样的呢? 即是在意大利的 政府 有近千个官员 这个呢 很多遐想 即是可以 被剧作家 就可以 作很多故事 这件事真的 很厉害 他呢 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叫做 马索尼克 有一个秘密组织 有近千个政府官员 跟他有关 这件事 即是 一披露了之后 这件丑闻 那么 意大利总理的内阁 整体是辞职的 那么 这个 马索尼克 他是不是 是什么类型的非法组织 其实严格而言是 类似黑手党 那么 他有一个 分会 叫做P2 P.2 他有个总头目 他的名字 就叫做 利西奥古利 那么 他在 这个人的家里 这个警察找到的 就 发现了 咦 有个名单 不是舒特拉丁名单 是这个 马索尼克名单 那么 953个人 里面 就有内阁成员 国会议员 法官 银行家 其实 没有办法证实 这953个人 都是那个组织的人 但是 这件事 令到 当时的总理 福拉尼 和他的内阁 辞职 这些秘密 是不是很多 就是这么说 这些事 一定是有的 地下司令 这个世界 一定有的 有影响力的人 一定是有的 你只是想 这些人 做的事 不要太过分 就是我认为 你说 是不是有很多地下司令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些问题 就是你只能够希望 或者用法律 去固定 令那些人 不要太离谱 当然 你说 我不是 他们有钱 可以邀请到一些专业人士 帮他们做事 帮他们 帮他们 不合法 都变合法 是有这些情况 这个全世界都有 当然 我也要说 你做一般人 你看到这些事情 你可以有很多选择 你可以选择 他找你做事 你可以选择帮他 你看到这些事情 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情 你可以选择发声 每个人可以选择做 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 如果 我认为大部分人 选择做对的事情 就是做公道一点的事情 整体就会更公道一点 就是我的看法 这个粗浅的看法 不过这件事情 是很有趣的 有机会 就详细再说 不过今天 就没有时间了 下次 应该 再有机会 再跟大家说 好了 休息一会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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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